事情都已经办妥了吗 我办事你放心 我们做坏人的最基本的准则就是 讲信誉 行了行了 阿豪你别走啊 钱都已经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阿豪 阿豪姑娘 这生意归生意 感情归感情嘛 我平坚对你一直就是一往秦深啊 你是达官贵族吗 不是 付好大款呢 也不是 那你就休想 阿豪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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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坚也是一表人才 风流倜傥 文物全才啊 本小姐没兴趣 阿豪姑娘 这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我们可以一起看看电影 喝点咖啡 那我们去划划小船呢 干什么你 你 你什么你啊 你竟然敢打我 怎么样啊 打得好 怎么又是你啊 你整天调戏人家梁家妇女 你有没有别的事好做啊 有啊 啊 打架闹事 兄弟们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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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还能出什么事啊 还不是结邦拉派无事生非呗 不是啊 吴师傅 是平静那个家伙 太欺负人了 行了吧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们不招惹他不就行了吗 我没招惹他 是他招惹我们 他手下三天两头到武馆闹事不说 还到处说什么保护费 连莲小姐的面馆 都让他给砸了 什么 小语的面馆被砸了 师傅 你再不出来 这镇上用屋宁日啊 师傅 够了够了 习武之人应该以和为贵 那整天打打杀杀的 那跟地痞流氓有什么区别啊 现在全世界都在倡导和平 要以这个和平手段解决暴力嘛 多读读报纸 要学会什么叫 是什么叫文明 算了 我先给你们清理伤口 跟我过来 来来来 我们这爹打馆 可不为这些打架闹事的人疗伤啊 那是药酒 让他们自个儿拿自个儿擦 到这儿了还挨顿马 我们看看自己 孙弟 走 走 不干了 吃了 吃饭呢 他不想吃 怎么了 他没心情 最好天天没心情 这样我们可以省饭钱了 你们爷俩 慢着 错 不是爷俩 是父女俩 对 你们父女俩又在叫什么劲啊 真是 牛劲 你少说两句不行啊 不要以为不吃饭 我就会放你出去 不要以为你不放我出去 我就出不去 只要你敢出去 你就别认我这个老爸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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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不能好好说嘛 这可不能活细腻啊 整天出去惹事生非像个什么样子呀 你是个女孩子 那女孩子家应该学学 交花啊 做饭啊 炒菜啊 洗衣服啊 是吧 将来还全会带孩子 不然你怎么嫁得出去呀 我拜托你啊 明天教教你女儿 怎么像一个女人走路好不好 这这这 女人就不能出报案粮吗 能 女人就不能行侠仗义吗 能 女人就不能够有报复 有理想吗 能 那为什么爸不让我出去啊 因为女权主义还没开始 什么叫女权主义 就是女人有权之后 才能自己拿主意 那又怎么样才能有权 你要多向雷老虎学习啊 你不觉得你爸最怕雷老虎吗 你 你想死啊 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之后看谁帮你 就找金钱豹了解情况 好兄弟 男女瘦瘦不轻 女孩子要矜持一点 才嫁得出去 你 兄弟们进去 走 阿豪姑娘 阿豪姑娘 我们是来表演的 我说 官官居秀 吃饭噎死 喝水呛死 这可不行 我得找个靠得住的靠山 你也是被评价打的吗 岂有此理 这个评价真是太过分了 没有 是谁得了便宜又卖乖啊 我要是不打伤他们 你的生意能这么好吗 我的生意好不好 用不着你操心 你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找人 把阿好姑娘给我交出来 找阿好的 是 平先生 阿好他出去了 方便的话坐下喝杯茶吧 你是找废话 这喝什么茶呀 我告诉你 今天不把阿好姑娘找出来 你这个生 我吃了 你吃了什么呀 不怕我dev 你吃了什么呀 我吃了什么呀 我不怕你吃了 我喝茶 我喝鸡 我喝了 我真有点渴啊 一口咖啡 我喝了 你找阿豪姑娘什么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我只是想约她吃个饭 既然她不在 我改天再来吧 不用 今天晚上就一起在我们家吃吧 不了不了 五师傅 您生意忙 不了 五师傅 您先忙着 我先走了 您忙 爷 咱们不是来收保护费的吗 你怎么 滚开啊 害什么害啊 你看 高手啊 水人绝对是高手 你叮当 我跟你势不两立 还好意思哭啊 做生意嘛 靠的是真本事对不对 你的面做得很难吃 卖不出去很正常 你怎么赖人家林小雨呢 还干出什么买凶砸店的蠢事啊 你 真行 益仗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我也是一时糊涂才会做出这种事的 最傻的是你找平坚那个流氓啊 你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老爸老爸 你说的对不能助纣为虐 唯一铲除他们的办法呢就是打 闭嘴 打不打是男人的事 你们女孩子别插嘴 可是我 好了好了 别吵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阿豪的问题 是啊 姨正 那个臭流氓他现在每天都缠着我 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 对付纠缠男人最好的办法就是 不理他吗 师傅 那对付女人纠缠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跑啊 我先去睡了 老爸老妈我也去睡了 阿豪 这几天在家里待着 不许出门 好好反省反省 走 我们的面店都被人家给砸了 你还有心情在这里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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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做手改面给你吃吧 要不我做手改面给你吃吧 不要吃手改面 不要吃手改面 如果你要是真有志气的话 如果你要是真有志气的话 你就把那个魂球给我转过来 这样 我给你做包子吧 你除了做包子 你除了做包子还会做什么 我会做的可多了 我会做的可多了 什么馒头啊 烙饼啊 饺子啊 够了够了 凌迟 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可是没有想到 你是一个称头称尾的大狗熊 你不帮我是吗 我现在就去找阿兽 好怪哦 难道我做面给他吃也有错吗 小语 你找我啊 阿兽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小语 今天没见 你都变憔悴了 我 我的面殿 被那个坏蛋品贱给砸了 是吗 不会吧 凌迟不是在店里吗 不要再听那个呆小鬼了 他眼睁睁的看着我的面殿被砸 像个木头一样 一点反应都没有 不会吧 凌迟他不是这种人啊 我记得他为了阿好挨多少打 受多少委屈 他都可以啊 算了小语 你不要生气了 也不要激动 我才懒得跟这种人生气呢 我现在 只要我的面殿 能够重新开业 这样就好了 阿兽 你能帮帮我吗 阿兽 我再也不敢了 我求你饶了我吧 我求你饶了我吧 我 我发誓 我真的不敢了 别打我 我很痛 放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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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兽 你在做什么 我没做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想这天想很久了 想哪天想很久了 我是说 我想铲除平坚这个臭小子很久了 真的 阿兽你真好 好吧各位 那就这么决定了 是不是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好 我们奔头行事 好 好兄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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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树兄弟 这么巧啊 不巧 我专程来找你的 找我 对 不是想打架吧 我怎么会找你打架呢 是不是 我是专程来打你的 就单凭你一个人 恐怕 你是来送死的吧 是吗 来 我们也是一个人来的 我 让我来 阿树师傅 想不到你这么阻止多谋 先是以百战百胜的美人计 再来个神出鬼没的迷魂计 最后再来一个公奇不备的苦肉计 我们用苦肉计啊 你让我们在四十六度的水里足足焖了一分二十六秒 这不是苦肉计是什么 不过只要能制服了平坚那个臭小子 就是再焖个一分二十六秒 我们也愿意 对 对 大家听我说 为了金武镇的繁荣昌盛安定团企 我提议呢 我们组成个五官同盟会 让我们足智多谋的阿寿师傅 做我们同盟会的盟主 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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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我一个晚辈 哪能再当如此大的重任呢 阿寿师傅 你就不要再推辞了吧 就想不要再推辞了 好吧 好吧 够得盛情 真是让我难去啊 不过呢 我觉得这五官同盟和武林同盟 虽然只差一次 但是同样呢 都是非法集会 现在的世界呢 都提倡世界和平 所以呢 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 来解决武力问题 我们都是习武之人 我们应当追求时代的脚步 做一个文明人 那你干啥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将五官同盟 改为为国家尽心 为民众尽力的 民团会 说得好 好好好 好 爷 醒醒 他们都走了 爷 我这脸怎么样 没事 没事 还好 我给你拿镜子来看 放屁 好 一 二 一 二 一 又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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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声 冬場 一 一 做男人就应该脚踏实地 少说多干 你今天的行为 也不汪费我对你二十年来的教导 师父 我还以为你是来教训我的 你爹以前总是行侠仗义 你总算继承了他的遗志 好好干 师父支持你 我会的 师父 各位 我提议 邀请武师父 担任我们名团会的荣誉会长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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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好 既然大家这么信得过我 那我就 恭敬不如从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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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看 师郎能不能参加名团 谢谢师傅 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想问问 这女人能不能参加名团 谢谢师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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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寿现在终于知道勤练武功了 好 师傅 现在我成了明团会会长 不勤练 可不行了 是啊 要是明团的会长也被人轻易打败 那是多丢人的事啊 都怪我平时疏于练习 现在临时抱佛脚 希望不会太晚 不迟 不迟 只要你有心 那就不迟 阿寿 太高 好啊 师傅看到你这么勤练武功 心里别提多高兴 师傅高兴的 还不光是你亲了武功 关键是当上了民团的会长了 我看到你在民团 那么忙忙碌碌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你的爸爸 是吗 是啊 我想你爸在天之灵 要是知道你当上了民团的会长 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师傅 你说起我爸 我有些事情想问你 问吧 大丈夫有话就问 干吗这么吞吞吐吐的 什么事 我爸 他是不是饿死的 你不是说我爸 是行侠仗义的大侠 会飞天神猫舌尔士 他武功这么高 怎么可能会饿死啊 这个 这个嘛 师傅 请您看着我的眼睛 大丈夫不要吞吞吐吐的 你爸的确是武功盖世 但不代表他不能饿死 一个武功再高的人 不给他水喝 不给他饭吃 不照样可以饿死吗 他武功这么高 要吃什么要喝什么都可以 怎么可能饿死啊 这 这就是命 师傅 师傅 欢迎光临 请这么多客人啊 里面请 这边请 请在这边等一下 您的咖啡来了 谢谢 我发现 我们店里来的客人都是男的 当然了 因为我们是美女嘛 那如果我们 找一些帅哥伙计的话 会不会吸引很多女客人 错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生意了 为什么 你想想看 男人看到帅哥他就会自卑 那女人呢 看到美女同样也会自卑 你想想 谁愿意来这里花钱买最瘦啊 你说是不是 你真的是个做生意的奇才啊 小语 其实有件事我一直很想跟你说声 对不起 什么事啊 太过瘾了 上次砸你店的人 是我叫去的 啊 散了 都过去的事情了 其实呢 想一想还真要感谢你呢 感谢我 对啊 如果不是你叫平坚去砸我的店 我就不会去找阿寿 如果不找阿寿 就不知道 其实我真正喜欢的原来是他 是你让我找到了真爱 难道我不应该感谢你吗 接账 来了 先生 请你把帽子拿下来好不好 好 不好意思啊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来 喝水 招呼不周 请多包涵 太过瘾了 石狼 石狼 干吗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女孩子家走路不能外八次 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 像你这样 就会把那些男人都吓跑了 吓跑就吓跑啊 把阿寿吓跑了 你也不在乎吗 妈 那要怎么样才能讨人喜欢啊 你只要记住三点就行 第一点 眼波 似水 第二点 笑不 露翅 第三点 脸部 轻移 这是神气啊 哈哈哈哈 这是神气啊 施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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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阿盛 你们又在巡逻啊 是啊 师母 今天买了什么好菜 对了 师母 晚上民团还有事情 不会去吃饭 我们走 阿盛 我们是赵国士 等等等等 等等 我还要出去呢 这么晚了 你去哪儿啊 今天阿寿哥家夜班 我现在要给他送饭去 这么好的在身边不懂得珍惜 报应哦 人都走了看什么开啊 关门啦 吃啊 这是我精心为你煮的 我妈说很补哦 快吃啊 头好痛啊 你头痛啊 那怎么办 要不然我帮你倒杯水啊 不用了 好好好 等着 这饭要是吃了 肯定送一急救 什么急救啊 好 哦 不是 我说我头痛 肯定要送一急救啊 哦 这么严重啊 那怎么办 要不要找个大夫来帮你看看 没关系 我睡一觉就好了 这不晚了 赶快回去休息吧 快去 太晚了 来 这十郎怎么变得那么奇怪啊 二少哥 二少哥 我来了 小语 二少哥 你怎么来了 人家猜你今天一定很累 所以给你送饭来 快点吃吧 太好了 我快饿死了 谢定谢定 我终于用饭吃了 走走走走 这什么菜啊 走开 太好了 给你 真香啊 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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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闷死了 这鸟日子过得也太无聊了 我说师爷 爷 什么事 你倒是想点办法 给爷爷找点乐子啊 照目前情况看 咱们只能欺负外来人口了 这些话还要你说 是是是 我早就想过这一点了 我们只能欺负外来人口 好 爷 您看 您的乐子来了 这位兄弟 请问这里是金武镇吗 想进去啊 给钱呐 好 雷夫人 雷夫人 小的有眼不是泰山 不知道您大驾光临 往后 雷夫人 有什么需要小的效劳的地方 小的一定赴汤到火 万事不辞啊 是 想跟着我混哪 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当然 欢迎下次光临 请 阿豪 你 今天课满了 没位子 你走吧 我们是来找小语的 请问她在吗 你是谁啊 小语是你叫的吗 我是 收大 小语 妈 我好想你哦 想我还跑来让我追 嗯 你怎么来了 找你啊 真是 姐 是她 好久不见了 你长高了 没想到 这么顺利就找到了 少爷 好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你就是小语的弟弟 没关系 有你照顾我姐姐 谢谢你啊 没有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好好好 天呐 又英俊 又有钱 还这么文质彬彬 天底下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男人 你在看什么 没有啊 我没有看什么 这样吧 帅哥 我请你吃碗面条 好不好啊 好 好 好 你这丫头 一声不响的就跑了 写信回来 也不留个地址 存心让妈找不到你是不是 我知道啊 我仙头广大的妈 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女儿嘛 知道五叮当五十郎在哪儿吗 我知道啊 五叮当五十郎 你们给我出来 你这个坏东西真是阴魂不散 又想找打是不是 看看是谁想找打 有人千里迢迢赶来 要将你们拿下 一叮当 一叮当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一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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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爸 你在干什么 这还用问吗 收拾行李赶紧躲 躲得越远越好 省得麻烦 为什么男人一遇到感情问题 就只知道逃呢 因为女人遇上这种事 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知道吗 一哭 你又想跑是不是 嗯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跟他关系是 我跟他没关系我 你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为什么不当面跟他说清楚 不不不 我跟他说不清楚啊 二闹 说不清楚是不是 你 你干嘛 我死给你看 三上吊 你别死了 做男人真是惨啊 别死了 好了好了 我不走了 我跟他说清楚 我跟他说清楚好了吗 这可是好潮 请 谢谢 姐 你只有我一个弟弟 这一次一定站在我这边 对不对 嗯 登登登登 嗯 漂亮吧 法国买回来的最时髦的洋装 喜欢吗 好喜欢哦 谢谢妈 好漂亮哦 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我不疼你 谁疼你啊 所以 你也要疼疼我啊 对不对 对 妈 我最爱你了 乖 姐 你不是想要一台相机吗 这是我从英国特别订购的最新款哦 太棒了 盛大 你真的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盛大 你是故意跟我作对是不是 买什么烂相机啊 小语 小语 你这是谁 英国的 这是英国的 这是英国的 姐 这是我 我是你妈 我是你弟 我是你妈 我支持你 我就得罪老妈 嗯 可是我支持你 我就要得罪弟弟了 嗯 我只有一个老妈 还有个弟弟 我谁都不能得罪 我想到了 你们公平竞争 我来做裁判 什么公平竞争 开玩笑啊 我明天了 你们都没睡啊 雷老虎来了 雷老虎哪个雷老虎啊 还有哪个雷老虎 你梦中奇人的妈 那很好啊 干什么啊 你又想干什么啊 我连做梦都在想呢 干嘛打我 我又没有得罪你们 哎呀 娶个有钱的老婆 受点皮肉之苦也值得啦 那我还是考虑一下好了 哎 干什么啊 还考虑什么啊 快点去提亲啦 奇怪了 我是个男人哪 我怕谁啊 我去就去 你 哎对了对了 师郎啊 这几天镇上武馆的教堂们 都上家里来提亲来了 啊 你也应该 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的婚事了 是啊 不要了老爸 又要相亲不去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没什么考虑余地 不去也得去 去吧 老公 啊 我看相亲这事啊 暂时缓一缓吧 你知道 十郎为什么不肯相亲呢 为什么呀 十郎喜欢阿寿 他们俩从小亲没主嘛 你说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你说什么 你说十郎喜欢阿寿 我没听错吧 你不觉得他们俩很相配吗 你行了吧 他们俩很相配啊 他们俩冤家对头 一个臭脾气一个脾气臭 这就叫义气相投 哎呀 哪有两口见面不是打架就是吵架的 打是情骂是爱 拳打脚踢才能谈恋爱 你等会儿 我想起来了 他们俩一个属鸡 一个属口对不对 嗯 老号怎么说的 鸡犬不宁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哎呀呀呀 两个见面就骂娘子人 啊 结了婚生了孩子 还不得大闹天宫啊 行动一致 就不会一间分歧了 哎 那你这么一说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其实 天敌与绝配之间 只有一线之差 啊 是是是 对了 那阿寿 对咱们十郎有没有意思啊 阿寿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啊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嘛 那个阿寿啊 她是一心想娶有钱人家的姑娘 她 她根本看不上咱们家侍郎的 所以啊 她们俩根本就是一对冤家 不是什么绝配 那你要我当应什么条件 哎呀 我爸又要比我相亲了 你知道该怎么就了 又要我搞破坏啊 我不想这样嘛 啊 啊 我跟你说啊 女孩子迟早要嫁的啊 眼睛一闭 一闭就过去了 是不是啊 你不要学什么 时尚人事做什么单身贵族了 到时候人老猪黄就来不及了 哎呀放心啦 不会嫁不出去的 要是我真的 人老猪黄嫁不出去 你怎么办啊 你不记得那天晚上说的话了吗 哪哪哪哪天晚上啊 我去你家找你那天晚上啊 哎呀 你天天晚上都到我房间来找我 我哪记得啊 你是不是脑袋撞坏了 你不记得你怎么验我是女人的吗 这么遥远的事谁会记得啊 怎么不记得 我不记得了 你一定记得 我不记得 太晚了我要睡觉了 走走走走 我要睡觉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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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我给小语张你